主席大家好 公透法的補正是社会倡议许久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改革 那在上一届的国会 我们好不容易在委员会出审通过 但是非常遗憾的 在后续的朝野协商跟二三独没有能够完成 那么成为上一届国会的未尽之功 那我非常感谢陈其迈钊伟 在我们新国会第一会期就来排审公投法的补证 说实在我也必须说 为了这个公投法的补证 那么之前犹豫要不要入阁 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件让我挂心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陈钊伟能够排审这个法案 那我们都知道说立法院从2003年 11月27日三独通过公投法之后 说要让人民行使宪法第17条及第136条 所定的直接民权 那么让公投的举办有明确的法源 但是整个公投法的通过 却设置了诸多不合理的制度性障碍 实质上造成人民受宪法保障的直接民权 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贯彻 反而钳制了直接民权的实践 那么因此被称为鸟笼公投法 那么我们从公投实践的经验来看 03年以来我们总共举办了三次六案的公投 没有一个能够跨越高门槛来成立 那么总共有10个公投连署案 被公投审议委员会驳回 还有许多没有办法完成提案联署门槛的公投的副案 那么有有胜者呢 我们还看到前行政院长江一华院长 这个间接违反公投法 本来想要发动公投 那么提出一个反命题 再加上公投法本身高门槛的限制 变成一个诈述公投 向人民来欺诈 那么整部公投法可以说是公仆七主 政府应该是人民的公仆 但是却设置了一套法来钳制直接民权的行使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这部公投二法继续存在 就凸显台湾没有实质的民主 所以在此本席呼吁本届的国会 我们要有决心尽速的来把公投法补证 还权于民 也展现新国会 我们如果能够 这样我们公投法尽速的来补证 来展现新国会 对尊重人民是国家主人的一个 新的民主的一个态度 那么本席的提案 就分别就公投法 诸多不合理的事项来进行修正 首先调降全国性公民投票提案 及联署门槛 至最近一次总统副总统选举 选举人总数万分之一及百分之一 并取消全国投票全人总数 二分之一的公投案通过门槛 改为有效票之同意票 多于不同意票数 即为通过 也就是简单多数 简单多数 那么另外 扩大全国性公投适用范围 将投资从不适用事项里面排除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前几年 因为国家重大的投资开发案 那么屡次的违反民主程序 强行征收土地等等 造成怪手挖良田 所以本席将投资 从不适用事项排除 那么此外 下修行使公民投票年龄到18岁 促进青年世代的公众参与 那么在其次 现行提案跟联署均以传统资本的方式 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与财力 对于人民及社会团体而言 造成不合理的过重负担 所以过去的提案只有政党能够联署成功 所以本席来修正 要求政府可以建置电子提案及联署系统 便于人民来推动公民投票 那么依照现行公投法所设置的 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 屡屡不当干涉 人民直接民权的行使 那么也来提出废除 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 让公民投票事项相关的认定 回归中央选举委员会来处理 并且也赋予行政机关 公民投票的提案权 那么另外包括提案连署及门槛等程序 除了本法有规定以外 我们也放宽由地方政府 以自治事项来定制 那么落实地方自治的精神 也可以因地制宜 那我们呼吁说 上一届的国会 公投法没有能够完成 那么我们希望说新国会 我们能够让公投法补证 走完最后一里路 来落实宪法保障的直接民权 那么敬请各位委员支持 谢谢 好 接下来请有时代力量党团 那个黄国参委